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故意没有什么生长 肯定要把我们作为幼儿 不会放我们走 都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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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个人能跑出去 还有机会 我可以想办法达到顺步房 叫我的好朋友 你现在在这里 千万别让孩子跑出去 好好好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你要去哪儿 你狠狠的狠狠 拿着我手 你不能出去 我是孤儿园的园家 我是仁慈上帝的仆人 如果你想知道我去哪里 你问他呗 停止 停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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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出去 放开我 怎么回事 知道难道 为什么 你不能出去 放开我 我是孤儿园的园长 我有权利去 认好我想去的地方 你不能再 给我让路 我再说最后一次 你不能走 进去 不要妨碍我抓逃犯 要是激怒我 我不保证会出什么问题 还有几个人哪 小刀子他们几个刚刚跑出去了 好 坏 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小刀 小刀 你要去哪儿啊 小刀 你要去哪儿啊 他 就是他 就是他杀了夫妇 就是他 魔鬼你不要碰他 我再到了 马上行动 我和秦老师出席 警察 掩护我了 小七想办法把小豆子带走 好 只要他不在这里 孤儿园就是安全的 走 魔鬼你不要碰他 孩子们 孩子们 魔鬼 你放开他 孩子 快躲起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게요 快快快快快 France 快快快快快快快 炀 站住 把孩子放下 再进来就打死他 怎么办 什么情况 他们皆吃小豆子 这几个炸 等等 你们全都是孩子 那怎么办 你们绕到后面 找机会救孩子 走 怎么回事 大爷来了 你们已经被包来了 放下武器 立刻投降 小金 把车开过来 快点车 放下武器 要不真的打死他了 别扯动 我们再想想办法 快点 快走 快走 阿姨 廓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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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家伙都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小豆子 我们没事了 我们平安了 小豆子 没事吧 小豆子 小豆子 秦老师 小豆子的 小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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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子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 鸽子 鸽子 杀 鸽子 鸽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找到审父 传令下去 码头车站等各个进出口 检查审父行踪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肯定会利用神父英国人的身份 对外传送照片信息 必须严禁神父出境 是 神父 这盒胶卷 是小豆子用生命换来的 你不必要把它交给国外的媒体 这样的话 小豆子的灵魂 还能够安心 别担心 我回到欧洲以后 肯定会把南京大图下的照片 送给各个国家的媒体 把在中国发生的参举 公布给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 日本正在中国肖下抢掠 让欧洲人了解 日本人疯狂的野心 别担心 拜托了 你放心 那孤儿园的 我的孩子们 放心吧 批评医生已经找到 禁职的朋友照顾孩子们了 现在码头被日本人守着 我想其他的办法纵身不可拒 请吧 春天 明天 说明今天 ác 怎么样 Blockchain 既然有机放 但这么苦 所以 一体 我 是关注着你们 尤其是这一次 截获了日军 在南京杀戮的珍贵资料 并送达欧美各国 是过去议论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现在这些报道 又回到了国内 对国内的抗日行动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你们真是功不可没呀 谢谢上级队肯定 也谢谢张叔 我带你来 我给你承受 有点赞 我给你承受 你承受 我让你承受 我一承受 你承受 我给你承受 我承受 我承受 你承受 那承受 我承受 在你们参加的行动中 有困难 也有牺牲 但是作为一名战士 所有的胜利 都是建立在牺牲之上的 我们必须不畏牺牲 共同前行 在抗日的道路上奋进吧 行人将军 行人将军 走大 行人将军 走大 在将军 这让我在军部 得上多大的罪子 蠢货 柯大哥 你怎么成这样了 钱筹到了吗 提什么筹钱 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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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呀 去了这吴老板的铺子 这吴老板呢 也答应帮我们搬这些报纸 可是啊 这不知道怎么就 就让日本人发现了 我怀疑啊 这吴老板的铺子 有日本人的密探 没过多久 就来了一帮人 把吴老板的铺子 砸得是稀巴烂哪 还说 如果这吴老板 要再敢支持我们的报纸 就把他抓到军兵队去 无法无天 简直是无法无天哪 口口声声说 让我们把报纸送去检查 现在除了汉奸报纸 能通过检查之外 哪家报纸 能通过他们所谓的检查 可不吗 就是现在办报纸 本来就不容易 而且唯一给咱出钱的 吴老板 又被日本人给查了 他肯定不会再给咱出钱了 依我看 咱们这报纸啊 这次恐怕真的办不下去了 不行 我们要去施公署请愿 你们跟我去施公署 跟他们讨回公道 还我们办报的自由 对 去施公署请愿 就 就我们这几个人 是啊 谁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呢 而且 这也太冒险了吧 是啊 口以国家生死矣 起因福祸必屈止 你不冒这个险 我不冒这个险 谁会去冒这个险 李大哥 我给你去 走 走 取缔罕见报纸 还我民族真相 取缔罕见报纸 还我民族真相 取缔罕见报纸 取缔罕见报纸 还我民族真相 取缔罕见报纸 是你俩是暴自打的 不想要命了 是要我这儿来闹事 不想活了 完成不了我的新闻理想 高曲头上又有何意义 对 里面的高货存贵 你们给我听好了 你们赢赢勾勾 居然和小鬼子狼狈配见 做他人的口舌 哪儿那么多废话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他这个闹事他给我抓起来 过来 送给我 帮给我 帮给我 快点 我组织想好好办一份报纸 几日几日遭到独此待遇 我说你们都别愣着呀 赶紧想想办法救救林大哥呀 这林主编已被抓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呀 你们知道韩雁韩大哥吗 咱们可以去找他 韩雁 好熟悉的名字呀 他以前是不是江津大学的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他以前是江津大学化学系的助教 听说这个人很厉害 而且思想非常进步 我们可以去找他 说不定他有办法救林大哥 咱们赶紧走吧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等韩大哥回来 你去看看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江津大学学生 想找韩大哥帮忙 找韩大哥 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是韩雁找我什么事 韩大哥可算找到你了 求求你救救我们林主编吧 林主编 按照您的吩咐 他自己想要做 我给你了 那我们的事 他也想要做 他想見到他 我姓郑也想让他 他想要做 他自己的事 他想要做 他也想要做 他想去做 好好杀杀他们的面子 给其他人看看 明白 最好能从源头制止他们 源头 你是说止 我明白了 我会处理好 大家都听好了啊 这个人私自编辑印制报纸 发表反日言论 已经严重危害到 将军舆论和治安 今日特此示众 望广大市民以此为鉴 我林军 一见文人 认真做文章 只想好好办一份报纸 没想到 今日遭受如此齐齿大数 我让你说 说呀 接着说 喊啊 你干吗 我得去救林大哥呀 你这样冲出去就能救得了他吗 你不是喊吗 我 这样吧 你都先回去 这些事情交给我们两个了 可是林大哥 可是吗 让你走一走 快 走 走 走 快走 喊呐 看你还敢不敢喊 小薰 咱们两个直接冲着救人 未免太过张扬 得想一个瞧办法 我有办法 等我 去吧 走 走 走 林大哥 快 走 走 林主编 你也别生气了 人回来就好 不行 我还要去抗议 我要去抗议 直到那些高官 听到我的声音为止 林主编 请让开 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事情 你们不就是要办报纸吗 好好办你们的报纸不就行了吗 做出这些事情干什么 我们就是因为毕不得已呀 你看 这是我们办的报纸 你看看 先生这名字不是不错吗 我看过你们的报纸 办得很好 现在问你就在这儿 报纸办得再好有什么用 我们外部 有日本鲜民队的监视和破坏 内部 我们缺钱 就是啊 好不容易找到吴老板给我们帮忙 现在他又被日本鲜民队给查了 现在谁还敢帮我们 谁还敢给我们偷钱呢 报纸办得好 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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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俊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干这种没用的事 好好办报 其他的事情 我替你们想办法 灵俊 哥 别紧张 她是小雅 自己人 宁俊 你们只要办好报纸的内容 其他的事 我帮你们解决 走 我听说你被抓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韩大哥和小琪把我救出来 放心吧 韩大哥 他叫韩叶 是我们江津大学化学系的助教 就是他救了咱们林主编 而且现在还要跟咱们一起办报纸呢 和他一起的叫叶小琪 也是咱们江津大学的学生 自从大学被炸以后 学校就开始往西南搬迁 一些学生跟了过去 林军她们则选择留下来办进步报纸 很不容易 但也很有勇气 作为江津大学的议员 我决定了 帮他们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 鬼子最近对进步报纸的脚杀行动 越来越严重 林军她们的报纸我看过 做得非常好 我们应该帮他们 钱还是和上次买照片一样 我跟亦凡姐一人一半 可是我们也不可能长期赞助他们 不过我相信 只要再出个一两期 有更多的进步人士看到之后 就会有新的资金注入 对 先动起来 动起来才有希望嘛 是不是 小鸡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就是报社的林军林大哥 这位是锦荣 我的大学同学 以及最好的朋友 林大哥 你好 林大哥 锦荣答应帮你们抽钱 我不一定能成多很多 反正你到时候别介意 没关系 能发表一期就是一期 只要能让我发表 我就能传播出 更多的思想和你 影响更多的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帮你抽签 我能私下看看吗 可以 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条件 确实是很简陋 你见相了 私事漏事 唯无得心 能在这样的坚固环境下 坚持自己的立项 真的很了不起 只可惜啊 现在像我们这种 说真话的报纸 是举步违艰 反倒是那些 说假话 汉奸报纸 能够顺利出版 总要有人坚持的 就像小草 即使被石头压着 也会迫尸而出 不是吗 段同学你说得真好 大家都是朋友了 以后还有锦荣好了 好 以后我就叫你锦荣 嗯 嗯 念奴交 小楼听语 贬如旺 明月不知情悍 自古风流 虽道是独占一朝之官 云记方歇 风平浪尽 醉里回头看 谁人不老 纵使铁马飞燕 这是你的词 是偶发感慨而已 见下了 你卸的 还行吧 这给我擅长啊 鸡肉 鸡肉你喜欢 回头好好给你写几片 就你 一个理科生 打优势我看行 高雅的 你根本就专不上片 你这是小看我啊 我就是小看你 林主任 你跟我讲讲 你当时是怎么想着 办这个梦子的 当时呢 只有我和小冬两个人 我们没有钱印报纸 进来 爹 看报纸的 你来看看 这份报纸 真是乱写一通 错漏百出啊 错的事情和写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就是的 见到好的报纸 都被日本人给查尽了 怎么 找我有事吗 爹 我最近 急需用钱 想跟您借个五百法币 要干什么 要那么多钱呢 我想和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 怎么 对做生意 也感兴趣了 不是什么感兴趣 就想赚点零花钱 你要做什么生意 跟爹念叨念叨 爹给你出出主意 我想和朋友合开个贸易公司 想进点货 好 既然你有这份心思 爹当然要支持你的 明天 你就上你董叔那儿去治吧 谢谢爹 好 韩大哥 林军呢 他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要不然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好 韩大哥 喝水 谢谢啊 小心烫 你老盯着我干嘛 我脸上是东西啊 没有 韩大哥 我听说很多抗日的事情 都是你们做的 打鬼子嘛 那有什么呀 打鬼子还没什么 像我们都只能在纸上写一写 说真的 在我心里 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小身体就不好 我爹还整天护着我 我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的人 我真的很佩服你 对了 林军什么时候让我回来 他快了吧 韩大哥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打鬼子的 我听说你以前是在学校里 做助教的 我那天看着拿着枪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用枪的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也想像你们一样 天天去打鬼子 可是我从小胆子又小 我一见到鞋我就害怕了 韩大哥 反正我就是很佩服你 你看我 光顾着来这儿呢 有一件事情还可以忘了 这样吧 这些钱呢 你替我交给林军 就说这是维持临时活动的经费 还有 这段时间让他不要轻取妄动 有什么行动 一切听我指挥啊 嗯 我先走了 走了啊 韩 韩 大哥 不 你不用送了啊 我 我 不用 我不是说的事啊 我发现最 最近一个特别流行的物料 我挑口你看一下 别闹了 你怎么了 你说嘛 你都憋死我了 快 什么事跟我说一下 上次不是说去筹钱吗 对啊 我跟一婉姐一人一半 对啊 可是我最近开销太大了 上次又用了那么大一笔 我爹说你最近家里 状况不太好 就给了我个零头 根本不够啊 就这事啊 我都跟林军他们放话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 结果呢 我都不好意思去见她 你等等 你等等 我跟你说吧 这没有什么 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这样吧 你打电话给一帆姐 跟她说一声 别耽误了事 好了 跟她说一下没问题了 走吧 你放心吧 我跟你说绝对没问题 喂 好 我明白 董叔 喂 大小姐来了 我爹和你说过吧 我需要支一些钱 说过的 五百反币 现在情况有变 需要一千 这个老爷可没跟我说过呀 都说情况有变了 那好吧 那好吧 谢谢董叔 老爷 知道了 去吧 林大哥 给 这么多 这些钱 足够我们办很多期的报纸了 这下我们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锦柔 谢谢你 你别谢我 这次我没帮上什么忙 我就出了点灵头 你要谢 就谢依凡姐吧 谢谢 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物尽其用 搬出一份好的报纸 在将近掀起一股新的抗日热潮 一帆姐说得对 以后我就多出点力 还请林主编 给我多安排工作 多多益善吧 对了 既然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报纸 我就不打算再沿用 以前报纸的名字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 新的报纸的名字 有没有什么想法 既然我们希望这份报纸 像号角一样 招来更多的人 迈向新的胜利 不如 我们就叫号角吧 怎么样 这个名字好 号角 以后我们的报纸 就叫号角了 好 既然咱们的报纸 有了新的名字 那咱们大家 就开始着手行动起来吧 韩燕 你刚刚不是说要买纸吗 咱们去办正事吧 嗯 小七 你跟我一起去买油墨 我有个输出师做油墨生意的 能给个好价钱 太好了 明君 我们继续负责稿件 等一切准备就绪 马上引爆 好 韩大哥 什么事啊 我想跟你一起去 买纸的事情之前就是我负责 而且地方我也剩 你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去就行了 我想跟你一起去 韩燕 这么可爱的妹子 你都忍心拒绝啊 没事 她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走 姐姐最好 我带你去 伯父 锦蓉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去铺子找您 他们说您在这儿钓鱼呢 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够清闲 可不是吗 伯父 我想找您买点油墨 办报纸用 印报纸 你们在办报 你们办什么报 现在对报纸审查得可言了 是我牵头做的女报 专门教现在女孩子一些 西洋实心的打扮 原来是这样的报纸啊 油墨我有的是 问题是 你们买了去恐怕也没法用啊 怎么不能用啊 你们不知道啊 印报纸的纸张现在是管制品 你们根本就买不到 有墨没纸 你们怎么印呢 好多私人报馆都已经关了 也正因为这样 我铺子里的生意啊 少了一大半 要不我怎么能这么清闲地 跑这儿来钓鱼呢 爸爸 怎么锁门了 我们买纸啊 没纸卖了 没纸卖了 日本宪明队下了命令 一家家都被查封了 纸全都被没收了 我现在被搞得倾家当神 店呐也打算盘掉了 那你还知道 哪里有卖纸的吗 没了 都这样了 谁家现在还敢做这样的生意啊 行了行了 不跟你们说了 万一让人看见 还以为我在偷偷卖什么呢 我可担待不起啊 这几篇稿子都很不错 想必可以做一个专版了 一凡 别 我来呢 是想问一件事情 我听你董叔说 你多支了五百法币 对 这可不是小叔吗 我倒是想听听 我倒是想听听 这笔钱你都用在哪里了 你是哪个朋友开贸易公司 他家里有什么背景 主要卖什么 爹 等贸易公司进账了 我马上还给你 你以为我是为了这点钱 来向你问话的吗 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 我当真一点都不清楚吗 和 prompted 另 很久没出现的阳光 硝烟随着 烽火飘荡 眼神中不去的倔强 迎战无言的坎坷 信仰从不曾遗忘 战斗在心中打响 多少奋不顾神的坚强 再次坚定了梦想 满墙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满墙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已虚弱只剧宽阔的臂膀 脱去明天的希望 满墙热血在心中流淌 满墙热血在心中流淌 满墙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已虚弱只剧宽阔的臂膀 脱去明天的希望